四 五 六 好 慢慢放下來 有一點發抖了對不對 有一點發抖就不能練多 好 換腳 那這個不要練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放下來 就這樣練完了 那這個就堂堂練把它當作內功來練 好 這樣練就是要練 那一隻獨立腳站起來會擁前貼地氣有根 好 換雄筋 雄筋我們是這樣 一 一 好 先鬆開 先鬆開來 然後跟那個一樣 跟那個騎著 二 轉 重心移 移就要講 我跟你講 我跟你同步好了 跟那個剛開始起勢很像 一 二 三 擋開一間寬 四 重心移 左腳 五 右腳腳筋扣正 六 身體移重心 這很熟悉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樣 吸氣 讓它浮出 大概手離開身體15度以後 你就 那個圓軸 變成兩個手心向內 圓軸 有沒有看到 圓軸 它不是手的動作 是兩個夾擊往內收 把它帶過來了 變成手心向 相對以後 它的標準就是變成一個圓 我的身體是一個有形的半圓 還有一個無形的半圓在這邊 可以看得到 變成一個這樣圓 然後你知道嗎 重心移左腳 重心移左腳 移左腳喔 現在變成一虛一虛對不對 你要全身不動 虛腳可不可以起來 可以的話 檢查好以後 死腳開始旋 往左邊旋 往左邊旋 膝蓋跟下半身都不動 旋到底以後 移位 移位 好 又是虛實分清了以後 在死腳 再往外旋 再往外旋 再移位 是這樣的 那我再加強說明一下 你這樣做的時候喔 我們要講 死腳喔 死腳是這個對不對 那手是哪一個跟它相對 交叉 這一個就是死手 死手你應該會感覺到喔 它有東西在跑出去 會跑出去 因為死了 因為死的是放 可是你一直放一直放 你練到最後你不是那個嗎 你不就很虛啊 所以我們要東西是吸進來的 虛的是吸的 所以誰在吸 這邊虛的喔 你會你應該來做喔 如果很內心在流離 等下你呢 那個泳泉那個地方 虛的那隻腳泳泉的地方 會有空空 的感覺 那就是在賺錢啦 所以在吸氣啦 但是不要打死腳吸 還是不能打死腳 所以這裡有吸 這裡有吸 還有一個是 頭頂也會跟著吸進來 所以你是 吸三個進來 吐出去一個 至少你還要賺錢就對了 你有賺兩塊 但是你要異業 製造這件事 你不能只有 我這裡有忙 出去有出去 但是忘記進來 那等下你越練可能就越不好 也有人練這個八幾天到最後得肝病 因為他喔 他太硬太猛 都不知道 只知道壓縮放壓縮放 他補身體的方法就不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你現在最有試的事 食的東西會有麻麻跑出去 那個是出去 有當然很好 但是他一直出去也不行 還要進來 一 虛的就是進來 那我們來體驗一下看看 我們就這樣轉 我先做一次你們看 預備 一 鬆開 二 旋 三個動作一起 三 蕩開 四 移重吸音 五 扣腳尖 六 回中間 對不對 這時候呢 好 吸 用夾擊圓軸 讓他手近相上 設一個圓 好 先移重心到左腳 開始啦 我要開始旋了 一 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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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不能旋的為止 移位 移位 再旋 再旋 開始旋 旋的時候 這膝蓋一定要往前 跟膝蓋沒關係 然後再移位 旋 旋的過程當中 你要讓他像油壓管一樣 很慢 但是速度是均勻的 不能又 斷斷續續 斷斷續 移位 然後你要感覺什麼 感覺那個空氣 跟你的皮膚相接觸的那個 那個涼涼的感覺 微微涼涼的感覺 叫做空中游泳 在陸地上空中游泳就是這樣 我不需要感覺我的皮膚跟空氣摩擦有一點涼涼的 可是要很少很少 要很少 如果你70分清那個 手氣感的感覺就很快 好 這樣子大家試試看 我們做個